路易斯维克托德布罗伊法国,物质玻璃论的创立者,法国公学兼德国王子德布罗伊,或许是家世最显赫的科学家之一。 对于很多物理学家来说,德布罗伊的成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德布罗伊18岁,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历史学学士学位。 后来他听到作为第一届所有的会议秘书的哥哥莫里斯,谈到关于辐射与妙子等问题的讨论后,尤其是读了庞加莱的科学的价值,科学与假设本书,他决心投身物理学。 他后来回忆说,我十九岁的时候,感觉到心底产生一种理论物理的召唤。 两年后,他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一战期间,他在军队从事无限电方面的研究,退伍后,他当大学技师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是爱因斯坦的光,具有波利二项性思想的启发。 他在1924年的博士论文中,大胆的起初电子具有波动性,这个具有革命性的心思想,并进行了严谨的论证。 德布罗伊的心理论,在物理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这种在病因实验证据的条件下提出的心理论,使得人们很难接受,却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大家赞赏。 三年后,电子具有波动性被实验证实,他的理论作为大胆假设而成功的例子,获得了普遍的赞赏。 并于1929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科学界一位持久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德布罗伊的工作为量子力学的成熟打下了基础。 在量子力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化实战意义,成为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爱德华威顿美国,爱德华威顿Edward Whitton,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兹奖得主。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查尔斯西莫尼,查尔西莫尼,教授,贝顿是超悬理论最明智与最坦率的倡导者之一。 他创立了M理论,结合了所有超悬理论,共五种和十一类的超引力理论,被认为是现在只有希望将自然界的基本粒子和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起来的理论。 在转向超写理论之前,他对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常论,特别是量子色动力学,以及更高维理论,做出过许多重要贡献。 1973年起,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润,学习引用数学,一年后转入物理系,主修粒子物理学。 云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是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文格罗斯教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威顿前往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80年9月,威顿被聘来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教授,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97年起,任查尔茨西莫尼教授,作为唯一因为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 菲尔茨讲的物理学家和第二次贤革命的标志性人物,威顿被美国生活周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另类最有影响的人物。 现在的物理学家中,威顿的H指数最高,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物理学家,埃德温哈佛美国。 埃德温哈佛1889到1953年,内国著名天文学家,研究现代宇宙理论最著名人物之一,和外天文学的变迹人,和提供宇宙膨胀神秘证据的第一人,他发现了大多数星系都存在红利的现象,建立了哈佛定律,被认为是宇宙膨胀的有利证据。 同时,他也是宇宙天文学的创始人,和观测与正学的开拓者,被称为宇宙天文学之父。 1906年,哈佛获得就读之加哥大学的奖学金,尽管在父亲的要求下,他通读了法律预科,但他还是对数学和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并选修了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玉根的课程。 1910年,他获得了到牛津大学学习的奖学金,他在那儿待了三年,在英国获得了法学学位。 但是,回到美国的他在父亲去世后,便放弃了法律,他在一所中学教了一年的西班牙语和数学,之后他回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天文学研究生,并于1917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19年,在一战期间扶完命运之后,他博便加入了威尔逊山太阳天文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伟大的事业。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